他是吉林,他持有吉利,175元 他就22元買的,他說前景怎麼看 老實說,如果你在一個月前問我 我可能叫你15元左右這些位置下車 我自己的介紹很重 但是你說股價真的升得很厲害 你又開了這麼久 我會主張這些位置就是不斷推高指責位 但是問題就是大前提 他不是指責位 但是說你指示位,讓你沒有輸得那麼金 但我不知道他的心態是甚麼 因為其實你問我,我不會22元 坐到10元之前的低位 然後再塗上來 但你這一刻回望他又好像等得值 因為每個人持貨的比例是不同的 純粹在股價分析上我們會這樣說 定個18元做一個落斜位 穿了走一走 但問題是,隨時有機會留 你短線部署就要維持一個彈性 經常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出入入 但假設你做不到短線部署 因為你之前22元都坐到十多元 算了,如果你說不是太過重貨 你繼續拿著 10元也見過,還有甚麼好害怕呢 簡單一點的角度就是這樣 但問題是未來會面對著甚麼問題 吉利中期業績不會特別帥 其實你講的,為甚麼之前跌到十多元 因為市場很擔心 他們的業績上會轉得很差 近期只是市場看見內地有一系列的負持政策 只會出到你,覺得幫到售 但你想一下,其實那些扣置稅減少 是在幫助車企嗎? 不是的 車企仍然是說,如果之前是買一架市一架 現在還是買一架市一架 都開到現在了 就繼續開著 你要想下車的話 之前一早下了 這些位置要不就考慮 就是不斷推高止息位 輸少當贏那樣算 要不就是風風光光繼續搏 只要你不是太過重貨 你可以繼續搏 最壞的時刻,的確有機會過了 未必那麼容易會落到10斤 12元那些位置 但是,是不是真的講的基本數號 我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所以可以考慮就是 18元作為一個落車位 但記住,你跟我的策略 15元你都會落車的 就會出現好像這個月的狀況 所以,是否真的要保持一些很短線的部署 自己想一下 會不會突然間 這些位置落車 是否一件好事 我覺得 真是未必的 所以可以考慮就是 如果你是很轟烈的 繼續長線插著 就16元 16元是一個 即是你看到一些平均移動線開始穿 那就真的要小心 但如果你說很審慎 我自己的分析策略就是 短線來說 18元一穿我就會建議走 我想這一刻問 他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 能不能等到他的買入價 22元 他都等了這麼久 第二件事就是 真的能等到那一刻 如果他是說平手走 還是說我都坐了這麼久 首先你要明白 我想說的一件事 我們不會百發百眾知道 什麼時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價 即是一個最理想的價格 在上面 簡單一點說 我們會不會猜到 之前10元是一個底 猜不到的 但是問題是二十多元下來的時候 我想說去年 你22元問我隔離 我一定叫你一早走 因為我們會確認到一個大陰 trend 這一刻汽車股就是炒最壞的事件而過 但問題是近期升得很急 我們會擔心升過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算上了22元 你都不會想走 我們覺得就是你做得中長線保住 你就是風風光光的 很信奸公司 很轟烈的去跟他搏 可能真的是我太過悲觀了 但是如果你純粹問我的話 我就知道有一系列的風險因素在 那我又覺得業績未出你錢 是不是簡單一點 好像之前信義一樣 我們過去幾個星期前說 有機會出營警 會擔心業績狀況不可以 但是短線走勢 它都是夾完之後現在才跌下來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分清楚 究竟自己做短線部署 還是中長線 如果中長線 你22元都拿到現在 10元你都沒怕 有什麼好怕的 你可以繼續拿著 但如果你的心態上 純粹因為之前懶得走 純粹是無端端的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是否有這樣的能耐 或者有沒有風險承受能力 一定是一些風險很高 高風險高回報 或者說你現在的經濟狀況OK 內地未來10年的經濟還是很厲害 最終甚至一天超越美國 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那吉利這些是未必會差的 可能未來的Polar Star 賣到全球都是 總會有很多這些衝勁 所以你分別拿到上30元 是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講 你向來都維持不到彈性部署的話 我覺得可能16元左右這些位置 是一些中線的落斜位 但是就是想不到頂 想不到底 在心態上要改變 我要要求的這件事 但是你說如果看股價走勢上 是上升時的騰伸是很厲害 所以就拿了很久的時候 第一不會想家主 你一定是等出現業績的時候 發現原來我自己看錯了 我自己看錯的時候 才想家主未遲 但是拿了很久的時候 那我就拿過去了 我的角度就會是這樣的 好